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Marco 昌, 和大家討論 今週指數期權有什麼策略可以做 很簡單先講講大市 自從大市升到25,260點, 講期指計, 8月25日 到結算日那天開始跌下來 市面上大部分人開始對大市的趨勢略為轉淡一點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胡廣通因素炒了很久 內地的經濟又不是特別好 最近又開始傳出佔中的行動 令到市場上的心理開始略為變得謹慎了一點 策略上來說, 其實在踏入月中這些階段 我自己來講, 一向都會建議其實在期權來講 會去找一些機會去做期權短倉 即是收期權短倉去收期權短倉的動作 在期權短倉的情況下, 收期權短倉的情況下 再找機會, 看看會不會有些機會 去少去做一些做長的動作 去拼一拼, 少去拼大贏這樣 直至到現在為止, 我暫時未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機會去做期權短倉 收期權短倉的, 因為其實從所講的隱身波幅這樣計算 直至今天9月1日來計算 你見這個隱身波幅已經是低於13.5%的位置 其實現在這位去做期權短倉不是說不行 你相對性來說, 你要非常之謹慎 所以直至到現在一刻, 好像今天這樣計算 我都不會主力跟大家講期權短倉的 相反, 會去推一推一些期權長倉的策略 但是在月頭來講, 開期權長倉就會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在月頭來講, 期權長倉來計 期權金相對性來說還是偏貴 在期權金偏貴的情況下, 你如果開期權長倉的話 你需要給的期權金比較多 那就不太符, 那個叫做小注博大贏這個策略 可以怎樣做呢? 先講回大市, 現在大市剛才講了, 總結來說 大部份人現在市場上來講, 比較略為對大市審慎少少 略為偏淡少少 基本上大部份人都是看著這個8月8日 這個低位大約24,100左右的位置 那, 有兩種做法的 首先, 今天的大市收就大約收, 期指計24,700 如果大市升到24,100 因為你估計大市上升的幅度是有限的 所以策略上, 主力都是向淡為主 但是問題是, 究竟是怎樣去做淡化 如果大利市向上升穿24,800 總之24,800以上的位置, 約沒有一個 因為你見最近大約上24,800左右 大約會有一個略為少許的阻力 所以, 如果大市升到24,800以上的話 可以選擇去做一個叫洪跨策略的動作 什麼叫洪跨策略的動作呢? Long Put即月, 9月份 24,400點行使價, 就是這個位置 同時間, 再在下一點 Swap Put 24,200點去收期權金 同時間做Long Put 244, Swap Put 242 在這種情況下, 雖然你Long Put是需要給期權金 但同時間你Shap Put那裡收緊期權金 可以令到你求資的成本略為減低一點 去彌補月頭的時候, 你做期權金略為偏貴 這種風險, 都做了一點程度給大家看 如果, 以今天這樣計算 剛才說, 升到上24,800 做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這樣計算 我當以今天收市價計算 Long Put 244,000, 期權金是208點 這裡都寫了出來 如果以大權計算, 大權1.50元 208乘50就大約需要給10400元 細權的話就1.10元 那就大約需要給20888元 同時間你如果以今天收市價計 Shap Put 9月份24,000點你收104點 大權就收5200元 細權就是收1,040元 這樣的話, 整套組合來說 整套組合來說 總數需要付出104點 大權就是大約5200元 細權就是1,040元 相對性來說, 你單邊做Long Put 夠高的話, 你比大權計算 一萬來四百塊 你那個求入的資金是少了一點 那這一套策略你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是一來你的那個期權金比少了 二來你如果股市是牛牛皮皮的跌下去的話 你對於時間值的損耗相對性來說比較少 因為如果大市上到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機會再上24800以上再下跌 因為如果上到24800再下跌 市可能會是牛牛皮皮 一輪先下跌下去 又或者直接下跌下去不肯定 所以我就會比較穩陣一點 做一個紅花的策略會比較好些 反過來如果大市不是先上到24800再下跌 直接下跌下去的話 留意著8月29日這天的低位 期指價24575 當跌穿2457碗的時候 簡單一點 因為預計時的市況有可能突然急穿直下 短時間會爆得快一點 就不需要搞那麼多 就這樣單邊長跌24200行使價就可以了 也都給你看到 如果以今天收市價 單邊長跌24200期權金大約151點 大權需要付7000多元 小權就付1000多元 這樣去做會不會好些 但做這些策略 其實你可以做多些東西 去令自己做些 因為有時候你做出來的時候 你主觀性還是覺得自己想太淡 但市場上未必認同你 有一樣東西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就是你想做的時候 譬如你想做淡 你開倉的時候 究竟那時候 即使那時候的價格 是比開市價低 還是比開市價高呢 如果你想開倉那一刻 你想做淡 但那時候的期指價格是比 其指的開市價格高的 你可以放膽一點去下注 就可能會略為增加你的勝算 因為其實你看看 其實過往的歷史圖表 你看看歷史圖 大部分情況 一是開市價以上 就做了一支大人竹 一是開市價以下 做了一支大人竹 做了一支大人竹 當然會有個情況 就底下會在開市價上面發來發去 所以我純粹說 我不是說一定是會中 只不過是其中一種方法 去增加大家的勝算 這個意思 那今個星期 略為就和大家很簡單地分開了 兩種策略 視乎情況 總之這個市 升到上24,800以上 就做了一套紅瓜 Long Put 24,400 Shop 24,000點 如果市跌穿24,575點 就單邊就這樣Long Put 24,200 這樣去做 那今個星期的分析 和大家講到現在為止 那今個星期五 再和大家做回顧 那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